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飞时间 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把我乐得够呛 就是说 北京一男子至14亿人受长期管控 这里的北京一男子指的是谁 大家都知道吧 那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就是北京头条的官方微博发了条消息 说是北京一女子至2700余人被临时管控 那其实也就是这位女士她在被通知居家隔离之后 仍然外出购物聚餐 然后官方消息说 她导致7人确诊 2700余人被要求居家管控 然后网友批评说这是把人在网上游街示众 然后就有人发出了这么一句话 北京一男子至14亿人受长期管控 结果这句话就被网友热传 其实这话很对啊 那想想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现在呢这条微博的评论功能已经被关闭了 结果又被人指说 北京头条全面尽频 说来好笑啊 但是想想在极权统治下呢 民众只能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懂的人懂 不懂的人呢 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实在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这个北京一男子可能又要把14亿人带入大跃进加人民公社加公共食堂的远大愿景中了 二十大后供销社的迅速崛起和公共食堂的出现 成为这些天最让人关注的话题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事情 不过呢聊供销社和大食堂之前 先来说说美国的中期选举 两天后11月8号啊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这次选举极为关键 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在2020大选之后呢 非常失望对美国社会的前景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那很多保守派呢就说 2022的中期选举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如果中期选举不能翻过来 美国从此就会踏上不归路 什么样的不归路呢 就是迅速滑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归路 那我也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那就是point of no return 过了这个点如果没能搬回来 所谓的拨乱反正 那可能真的就无法回头了 这两周啊我跟方伟做了四期的中期选举节目 邀请不同的嘉宾 资深美国政治分析员对选情做解读 包括俄亥俄州的政治分析人士陈丽简博士 前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女士 那他们都是深知美国政治运作 以及美国传统理念的嘉宾 给出了非常精彩的分析 而且呢我们还邀请了真正在第一线 身体力行参与筹款扫接 监票等等助选活动的华人 请他们谈一谈他们为什么全力参与这些事情 他们是怎么迈出的第一步 他们为什么支持这些政治素人的候选人等等 听他们谈啊很让人感动 很多人都是全职工作之余 晚上去开会筹备 然后周末呢挨家挨户去敲门 在投票站从早到晚参与监票等等 其实华人经历过共产专政的毒害啊 是最知道自由可贵 也最容易看到共产主义 对美国社会的侵蚀 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了 所以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 越来越多的华人在站出来啊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那方为呢有一句话叫 公民对政客 我呢有一句话叫移民救美国 我觉得这两句话啊 其实可以概括这次选举的主要特点了吧 那大家要是呢还没看 欢迎在我频道上看一看 前几次的中期选举的特别直播节目 然后呢11月8号周二 我和方伟还有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 以及呢一众这个大咖啊 包括大宇啊张天亮啊江峰啊等等 会一起做一档选举业的直播 从美东时间晚8点开始到凌晨1点 一个呢当然会直击开票啦 看看关键州的选举到底花落谁家 那参议员选举呢包括 共和党领先的宾州Dr. Owens 还有俄亥俄州J.D. Vance 那比较胶着的呢包括 乔治亚州的Walker对决Warnock 亚利桑那州的Blake Master对阵Mark Kelly 州长选举呢要看一看纽约是否真的会翻红 那Kerry Lake是否真的能拿下亚利桑那州 当然呢众议院也要看看 是否像所有的预测一样 共和党会拿下多数 但是呢话说回来拜登已经在放风 有些结果可能要几天以后才能出来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2020年大选业没有出结果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一次还会出现类似事件吗 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说 共和党人势头很猛 红朝很可能会席卷美国 但是选举结果如果和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不吻合呢 那民众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感觉这次中期选举啊 其紧张程度有点像大选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睁大眼睛 看看有些人这次怎么玩 那11月8号晚上呢就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呢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锁定我们的直播 一起见证历史时刻 大家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不会错过通知 也欢迎大家把我们这个频道的链接 转给您的家人朋友 希望他们也能够订阅 好那再说一遍啊 直播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 11月8号星期二晚上8点开始 一直到凌晨1点 而且呢这次直播一开始 仍然是在油管和干净世界同时直播 那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会变为在干净世界独家直播 油管呢就会停止直播 因为选举啊 尤其涉及到许多的敏感话题 在油管上都是会触发审查的 越来越没办法说 而干净世界这样一个新平台 是一群高科技人士创办的 真正保护言论自由 不审查内容 同时又具有同样方便强大功能的平台 会很快追上油管 当然现在有些功能还不够完善 但是我觉得他们改进的很快 可以说啊天下苦油管久矣 这当然有点夸张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平台 那干净世界呢虽然创建不久 但一定会很快脱颖而出 希望大家呢到时候都能跟我们一起 去干净世界 而且呢在干净世界上追踪这些热点话题 帮助这个新平台啊更快的起飞 也可以更快的摆脱油管对大家言论的前置 那干净世界的链接呢 就在我们视频的下方 好说完中期选举呢 我们来聊一聊供销社和公共食堂 这两个极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色 对于7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呢 都极为熟悉的概念 我自己啊倒是没有什么印象 不记得使用过供销社 而公共食堂呢 应该是大跃进那个时候的产物了 那看到一些介绍啊 说供销社是中共1950年开始设立的 全名叫做供销合作社 从50年代到80年代 供销社靠统购统销 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和卖 在很多地方 供销社就是当地唯一的购物点 人们对供销社的记忆啊 就是物资缺乏 贫票购买 限量供应 而且服务态度很差 那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 引入市场经济 供销社就慢慢的没落了 而公共食堂啊 好像寿命很短 就是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产生的 那从1958年呢 中共开始推广 60年达到高潮 而在61年呢 就宣告解散 前后也就三年的时间 但公共食堂啊 却是导致大饥荒的推手之一 因为它把私人自己准备食物的路 给堵死了 中共官方呢 说现在推广供销社啊 是为了帮助啊 基层农民更加合理的价格 采购农资 确保农产品的销售 乍听上去啊 好像是人畜无害 但供销社的实质就是垄断 并不是在市场机制下 和其他供应商或者销售商来竞争 那大范围的推广供销社 伴随的一定是 政策层面对供销社的支持 以及对其他中间商和私营商的进一步打击 最后呢 甚至是消失 到那个时候啊 农民的产品能卖多少钱 完全就是供销社说了算 能买到什么东西 花多少钱买 也是供销社说了算 而且不只是农民 也会延伸到城市 网上呢 有一个帖子说的比较透 那这位博主说呢 追求垄断 实际就是消灭零售环节的过程 供销社绕过中间环节 直接与厂商对接 那这样的结果呢 使批发商和代理商消失 就业消失 竞争消失 另外啊 供销社也控制农副产品的销售出口 在收购农民产品的时候 掌握着定价定量定向的权利 这是一种国家盘剥农民的手段 博主认为呢 恢复供销社是重建战事体系的过程 将现有的经济模式摧毁 回归计划经济 绝不是为了发展经济 而是为了更严格的管控 那许多海外的专家学者呢 也持同样看法 而公共食堂是干什么的呢 网上啊看到一个录像 一位大妈喜气洋洋的走进公共食堂 打了一份饭 买了四样小菜吧 满足的坐下来就餐 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啊 我来尝一尝国营食堂的饭菜 同感怎么样啊 我先吃 为敬 真正是热火朝天啊 可是我觉得啊 这些大妈可能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当年58年公共食堂刚开始的时候 也号称是随便吃 敞开肚皮吃 甚至吃饭不要钱 但很快就开始粮食短缺 经济学家张曙光呢 在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 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 一文中写道 公共食堂呢 是毛泽东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标本 老毛说啊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就是共产主义 这样一来啊 公共食堂就成了共产主义的象征 全国各地开始大办公共食堂 在很多地方公共食堂更是所谓 人民公社的一部分 那报告就说呢 到1958年10月底 全国共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 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呢 占农村人口的70%到90% 其中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个省啊 共有人民公社5254个 其中20%实行粮食供给制 就吃饭不要钱 60%实行火食供给制 就吃饭吃菜都不要钱 15%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 就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不要钱 那还有3%啊 实行全供给制 就什么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全油公社包干 当年呢 很多公社在秋后啊 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 而是把粮食直接拨给食堂 只给社员发一张就餐券 那大家觉得 这是不是跟中共现在说的什么 社区建设试点有点像啊 民建部前两天在通知中不是说吗 说试点社区啊 应该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那当然还有食堂家政服务网站等等了 那当年的这个公共食堂新办不久啊 其实中共自己也发现了问题 张鼠光的报告中说呢 58年的时候 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 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各地蹲点 最后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叫做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 简称食堂报告 他这个报告呢列举了公共食堂的七大问题 包括浪费粮食 只有大集体 没有小自由 缺乏管理食堂经验等等 不过呢 这份报告后来在庐山会议上 成为毛泽东的批判对象 毛甚至说 食堂要继续办好 试试看 拼命干 死了算 这都什么痞子语言啊 然而当时啊 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已经断催了 到60年的时候啊 河南已至全国各地已经大量饿死人 但是毛泽东还是要求普遍推行公共食堂 到了10月份呢 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就不断的传出 据中央工作组的调查啊 说信阳地区就死亡了105万人 而公共食堂呢 是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内部对公共食堂的不满呢 也越来越多 最终呢 在61年的6月 中共呢 才发文件允许解散公共食堂 那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锅饭的试验 就在饿死数千万人之后停止了 张主光在报告中说 公共食堂呢 是共产党集权 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 他表明说 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公有制 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 而且要实行生活的集体化 强行进入私人领域 他不但违背人性 也违背常识 后果是灾难性的 正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提计 说 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 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 那说到这儿呢 我想稍微说远一点啊 BBC有一篇报道 标题是 美国能生存在习近平的世界中吗 里面有很多不错的观察 但是仍然呢 有一点就是说 让人觉得好像中共一直在走改革开放的路 但是习近平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真是这样吗 邓小平当时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呢 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 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那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党的领导 马列思想 社会主义道路 还有呢 就是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我从来搞不懂这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 反正呢 就是 大家听的这个是什么感觉啊 这两个基本点是根本矛盾的嘛 所谓的改革开放 就是松绑 中共管少了 不管了 人民可以努力 赚更多钱 可以有私有财产了 那才过上了更好的日子 所谓的一抓就死 就是指的共产党的管理和统治 包括计划经济 那如果你一边呢 是要所谓的改革开放 一边要坚持党 坚持社会主义 那一开始啊 可能可以跌跌撞撞走一段路 但到一定程度就走不下去了 就是死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 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改革开放是走不下去的 但话说回来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本来就不是为了走下去 本来只是为了保党 在危急关头呢 让中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 权宜之际 就像他的韬光养晦 也只是保存实力 等到合适时机 再向美国和世界发难 并不是呢 真的为了经济的发展 为了国家的未来 这样一边所谓改革 一边坚持党的领导的路 能不能走通 能不能一直走下去 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的根本啊 还是要保党 那一旦走到一定程度 发现对党的统治是个威胁 那么中共和其党魁 会毫不犹豫的放弃改革开放 我认为现在啊 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不来个习近平 也会来个习远平 这个人会发现啊 继续改革开放下去 就要亡党了 那中共就完了 人民呢 都不会相信中共了 也会越来越不听中共那一套了 对于习近平来说呢 他认为继续走下去 是对党的威胁 习近平一直认为 苏联解体的教训呢 就是苏联共产党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 打引号软弱 以及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 而现在他认为要保党 就必须恢复这个党的所谓纯洁性 强调意识形态 要在给全民灌输红色思维的同时 全面恢复所谓的共产主义模式 也就是中共早期和毛的那一套 全民集体模式 统构统销计划经济 也许在他的脑海里啊 这就是一种东升西降 他要证明或者说他就是相信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民模式 就是好过你们西方那种自由的模式 无论过去出现过多少灾难饥荒 他并不认为那是共产主义模式造成的后果 就像今天呢 很多没经历过共产暴政的人 不是也觉得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他们没搞好 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搞好 那又可能啊 对于习近平这样的中共党魁来说 造成灾难饥荒没有关系 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啊 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可能的是呢 在他这个位置上 他甚至都不会知道灾难和饥荒的出现 没有人会向他汇报这些 他所听到的呢 都是伟大领袖这样的歌功颂德了 那么习近平现在所宣扬的所谓共同富裕 只不过是杀富济贫的代名词 然而共产主义的杀富济贫啊 是杀了富也结了贫 最终呢是共同贫穷 看到一个录像啊 是河南落河南街村大喇叭宣传 如何共同富裕 说的很明白 大家一定要来一起听一听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构想呢 这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 对那些勤劳致富 守法经营的 先富裕起来的人 要像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 动员和鼓励他们将部分财产归功 对那些靠官商勾结 瞧起豪夺 坑蒙拐骗罚不义制裁的人 要清理严查 募收起 非法所得 第二步 在农村 让先富裕起来的农民 成为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发挥 继承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导农民 重新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 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南街村 长叶村的经验 在城市 要逐步 缩小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的数量 尽快扩大国有企业 和集体企业的规模 真能达到公有制战主体 这样一来 听明白了吧 就是说呢 把富人的财产没收 让外资和私有企业消失 这段视频要感谢 Jennifer Zeng自媒体的发布 看明白的富人 死时不跑就晚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消息 说多了呢 大家心情也不好 当然呢 我们这也就是对当下 中共各种动向的分析 他想搞什么 和他能不能搞成 这还不是一回事 但是了解这些举动背后的真实含义 和对中国有可能造成的危害 还是需要的 正像上期节目中 我们谈到的 认清形势是第一步 最后呢 还是希望能有些 让大家心情好的东西啊 看到有观众在上次节目下边留言说 说听说你跟唐靖远 他们一起出去秋游啦 那发些照片出来呗 好啊 我这里呢 就分享一段视频 是我一位同去的朋友拍摄的照片加视频 他后期剪辑后呢 还配了音乐 简直是美醉了 和大家分享 那他在干净世界上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频道叫 iCatching 分享了不少旅途中的美景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这段视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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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